花是台湾常见的作物 不过对于有机种植来说 要如何避免病虫害又种得漂亮 可说是不简单的事情 在三支区的有机农场 近来地瓜大丰收 农场主人说除了归功于 今年生长季没有太大雨势之外 还因为去年种水稻 今年种地瓜的水田和田 轮作来减少病虫害 才让今年的地瓜生长相当良好 7月底8月初北海岸的地瓜季准备开跑 在三支区的有机农场 近来也开始开挖地瓜 一整条的台农66号红星地瓜出土 表皮红润卖向好 结球大小也适中 适合小家庭享用 而三支有机农场也说 今年除了生长季没有太大的雨势 雨量适中的好条件之外 还因为去年这片田是种水稻 两年下来水田和田轮作减少病虫害 让今年地瓜生长得相当好 收成也很不错 我可以用水稻根或是小白笋的轮作方式 来种汉作 那北部地瓜其实讲真的是 山枝跟金山的量是最大 以新北来讲台北市来讲 那也是主要一个兴器作物 可是如果没有我讲的这样子去做的话 你的成本跟那个收获就会少很多 在房子上的话就会花很多成本 工跟金钱嘛 然后再来如果你有经过一个水稻轮作的话 你的汉作的杂草相对会比较少 因为它田就是大部分就是 草的种子就会因为你泡过水之后 它就有大部分80%都会腐烂掉 一年水田一年汉田 透过水田的养地 让原本汉田的病虫害 因为水的覆盖而减少 不少喜爱存活在汉田中的虫类 都因为水田而搬迁或是无法生存 如此一来也让来年要做汉田作物的农友 可以减少因虫害而产生的农损 甚至连存活下来的杂草种子都不多 让地瓜得到充足的养分 的话这个是算很好 它品质也算比 你让这个皮的话也很漂亮 你如果经过有一个水稻轮作的话 它的那一些虫害就会相对救命 被灭绝掉了 就是说它因为你都是长一个时间 就是说差不多三四个月以上的进水 这个动作 然后加上我们水稻的那个根系 它比较密 然后它就会变成土壤的那个改良 它的根就变成我们一个很最佳的改良的 土壤的增加土壤的那个有机值 单只手种植的地瓜 以黄皮黄肉的台能57号地瓜为最大宗 不过三支有机农场除了台能57号地瓜 台能66号地瓜 甚至是黄皮肉质细腻松软的梨皮地瓜 也都有种植 在7到8月就会采收完毕 也期待透过更多元的作物种植 要带给市场消费者更多种类的作物选择 寄照片和三支采访